大家好,这里是米米与米妈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世界上最棒的蛇 从前在法国的一个小镇 住着一位老太太,名叫波特夫人 波特夫人的儿子在非洲研究爬行类动物 一天早上,油柴送来一个形状很特别的包裹 波特夫人一打开盒子,立刻惊声尖叫 那是一条蛇,是儿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为了缺了那条蛇有没有毒 波特夫人前往动物园找资料 确定那是一条无毒的大蟒蛇之后 波特夫人给他取名为克里克多 波特夫人像妈妈一样照顾他的新宠物 用奶瓶为克里克多喝牛奶 波特夫人还买了棕榈树摆在家里 让克里克多觉得自己就像回到非洲的家 他开心的像小狗一样摇起尾巴 克里克多吃得好,睡得香 他越长越长,也越来越强壮了 克里克多跟着波特夫人上街买东西 镇上的人都觉得很惊讶 波特夫人为克里克多吃了一件长长的毛衣 好让他度过寒冷的冬天 克里克多有一张温暖舒服的床 在棕榈树下 他做着又香又甜的美梦 冬天到了 克里克多喜欢在雪地上 像波浪一样蠕动着前进 真是太有趣了 为什么他们的数学那么简单 一加一等二谁不知道 这个是小小朋友啊 波特夫人在一所小学教书 有一天他带克里克多到班上去 克里克多很快就学会用自己的身体排出英文字母 S是蛇 E是大象 N是没有 L是狮子 M是男人 G是玻璃杯 W是精 克里克多也会算数 他用自己的身体排出数字 2是两只手 3是三只小猪 4是四条腿的狗 5是五根手指头 6是六只脚的昆虫 7是七个小矮人 8是八爪章鱼 克里克多喜欢和小男孩玩耍 也喜欢和小女孩一起玩游戏 克里克多教童子军练习打神结 也帮助其他小朋友 他是一条很棒的蛇 有一天 波特夫人和克里克多在一家咖啡厅喝下午茶 他们听说镇上发生了一连串的偷窃案件 当天晚上小偷就闯进波特夫人的公寓 小偷把波特夫人绑在椅子上 并且蒙住他的嘴巴 这时候克里克多醒来了 他疯狂的攻击小偷 小偷害怕的尖叫声 超醒了邻居 克里克多紧紧的缠住小偷 一直等到警察赶过来 为了奖励克里克多的勇敢 镇长颁给他英雄勋章 有一位雕塑家深受感动 为克里克多塑造了一尊荣誉雕像 很棒吗 镇上的人还特别为他建造了一座公园 受到大家的喜爱与尊敬 克里克多过着幸福又快乐的生活 这边有作者介绍 艺者介绍 以及方速针 令人又惊又喜的克里克多 你怕蛇吗 我怕极乐 每次去台北华西街夜市 我一定避过卖蛇汤的摊位 只要看见有蛇的图片 我一定立刻翻页跳过去 但是这些年我一直在悬艺 和蛇生肖有关的绘本 2013年是蛇年 我只好努力寻找有关于蛇的绘本 刚好在一堆外文书中看到了这本书 这是1931年出生在法国的汤米·温格尔的作品 1958年出版至今 已经50多年了 也就是你手上的这本 世界上最棒的蛇 本书的色调除了黑和白 全是清新的淡绿色 只用了一点点的红 线条明快简洁 给人一种安静祥和的感觉 即使是一本老作品 轻松的故事内容和淡雅的画风仍然令人叹为观止 当波特夫人确认克里克多是一条无毒的蟒蛇后 就把他当成宠物 为他喝牛奶 织毛衣 布置卧室 并且带他去散步 甚至带他去上课 最有创意的是 克里克多居然用身体 拼出英文字母和数字 而且克里克多乐于助人 在危险的关头 他还抓到了小偷 因此 货班英雄勋章 得到权正的认可和嘉奖哦 大部分的人看到蛇总是不寒而栗 但是作者温格尔 让克里克多表现幽默 热心又勇敢 让人感觉不到 他是可怕的爬行类动物 在他会写的笔下 克里克多完全融入人们的生活 不但和优雅的波特夫人一样穿着 喝下午茶 逛街 甚至还具有英雄气质 故事也许有点荒谬 但内容清新活泼 每个细节到处都处理得巧妙有趣 读者不知不觉就被可爱的 克里克多吸引住了 呵呵 如果舍也能看得懂这本书 一定会很开心 作者为他们平板吧 作者温格尔擅长以负面的人事物 当作作品的主角 塑造出个性独特 赋予魅力的绘本明星 而本书莽舍克里克多更是个个中翘楚 完全改变了舌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由此可见作者的艺术功力 绘本的耐看在于读完故事后 还可以回头细细品尝图像所表现的趣味性 例如克里克多许多可爱的表情 当波特妇人吓得尖叫时 她的眼睛也真的圆圆大大的 像个无辜的孩子 波特妇人为她织毛衣时 她眯着眼睛 养映着幸福的感觉 抓小偷时 她的表情又凶狠得不得了 回头看看封面 你发现了吗 波特太太仿佛像在一个相框中 那是克里克多围绕着她呢 当然对于蛇心 怀恐惧和偏见的人 不可能因为看完本书 就可以热情的和蛇打招呼 这可不是科学绘本 但和小朋友分享这本书时 不妨查阅有关于蛇的资料 让孩子对蛇有更深的知识累积 看完了这本书以后 你还会觉得蛇 是露露 冷冰冰的 是邪恶的代名词吗 或是你也想拥有一条 像克里克多那样 世界上最棒的蛇呢 哈哈 想想就好 今天的故事 世界上最棒的蛇 就讲到这里啰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哟 拜拜 拜拜